当你能量好的时候 你会发现百病不生 能量低的时候 所有的问题都来了 不光身体的问题 事事不顺 是不是这样呢 你看你情绪不好的时候 能量低的时候 好像全世界都来和我作对 可是你能量好的时候呢 我们小的时候学 那个什么耳格呢 太阳当空照 华尔对我笑 你心情好的时候 全世界都把阳光和最好的给了你 有的时候说你心情特别好 状态特别好 你干什么也不觉得累 本来是个烦恼的事情 出现你在你面前 你也不觉得烦恼 你是开心的 是愉悦的状态 可是你不开心的时候呢 一个风吹草动 都有可能让我们产生痛苦啊 一点小事情 都可能让我们生起 更大的波浪和烦恼啊 改变自己的思维和认知 让自己不处于低能量的状态 这个时候你所有的毛病无从升起 所以我们要懂得内外结合 那身体有什么问题的 治身体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调解自己的心理状态 调解自己的能量状态 你的能量在变好 心情在变好 所有的东西自然跟着变好